战争虽然是人类发展的催化剂 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 却是一场场人道主义灾难 受苦受难的终究是平民百姓 叙利亚战争从2011年爆发 时至今日只能用生灵涂炭来形容 不仅军事损失惨重 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 在长达近9年的战争中 据政府军总共遭守叛军极端组织的2000枚反弹克导弹袭击 损失了2200辆主战坦克 1500辆步兵战车 人员方面总共有12万士兵阵亡 占总军力的三分之一 普通民众受害更严重 总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50万 此外为了生存 有数百万民众都逃离家园 拼死毒害大量涌入土耳其西欧等地 那些没有逃亡能力的老弱病残 妇女儿童 只能在破碎的国土上苟延残喘 大多数时间只能躲在地堡 过着有一天没一天的日子 这其中最可怜的就是叙利亚女性 由于大量男性去参战或者战死 他们没有了依靠更没有工作 为了家人的生存 只能到黑市把自己当商品出手 最低的只要5000叙利亚棒 折合人民币79元 甚至比一台家用电器还便宜 生活之悲惨让人唏嘘 事实上在2015年之前 叙利亚已经到了王国的边缘 政府军大败亏输 仅控制着叙利亚10%的领土 归缩在大马士革附近区域 士气不断下降 许多军人临阵逃脱 当时他们的五个装甲师 三个机械步兵师 其实已经被打光了 直到2015年 俄军应邀参战 俄罗斯空天军在叙利亚的行动 也正式开始 最终一举牛转了战局